大雨中深深一鞠躬 藝人黑人陳建州結束應訓 離去前比了大大的讚 看似對官司很有信心 事實上黑人剛抵達 從六百多萬的保姆車下車 就鞠躬致意 一連兩次放軟身段 看來早就有備而來 接下來還是持續會用法律 來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再一次就是感謝大家的關心 接下來一切都交給司法來處理 MeToo風波後五十天首度現身 就是到北檢應訓 耗時約四十分鐘 全應遭一人大牙踢爆 十一年前涉嫌對他性騷擾 連維豐女神郭遠遠也接力指控 後續黑人和老婆范瑋琪 共同對大牙提出民視告訴求償千萬 後續撤告另外提告刑事加重誹謗罪 十六號作為告訴人應訊 但黑人也有轉列被告的可能 若檢方查出有力試證可證明大牙說辭 性騷擾防治法強制觸摸罪屬於告訴乃論 可能當庭詢問大牙是否提告 但刑法強制猥褻及強制性交未遂罪屬於非告訴乃論 檢方可分案調查 黑人就可能成為被告身份 利用偵查不公開的這個法條的規定 來打告一個直選 這樣他才不會在媒體上面的擴散 特別委任十五年檢察署經驗的 律師蘇智倫 司法策略不只停上攻防 也要擬平輿論 而三十年老友唐智中也立體 希望有一天司法可以還他清白 所以希望他可以加油 大牙則發出聲明 目前沒收到出庭通知 其餘不變回憶 這場me2衍生的司法攻防 雙方各自出招應戰 真相就看檢方如何判定 華日新聞網站 藍紅智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頭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